上一集专访美国的生育专家 谈到了美国试管婴儿技术跟加州代孕法案 如何帮助来自全世界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 而前瞻美国最新的生育技术 这一集还要带着观众请生育专家来分析 解说不孕症的核心技术体外人工受孕 看瑞典女性爱丽克松与可爱的宝宝一起玩耍 但难想象她原本是一位天生就没有子宫的女性 靠着先进的体外人工受孕技术 不只顺利产下宝宝 更创造出医学界的第一例奇迹 过去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现在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看在太平洋生殖医疗中心的 维肯萨哈吉安博士眼中 可是理所当然 IVF在基本上是在宝宝 就是基本上是在宝宝和胸脂肪 以外的身体来创造胸脂肪 IVF是为了任何类型的宝宝 体外人工受孕 简单地说 就是将卵子与精子分别从人体取出 在医生操作下进行体外受精 并且培养成胚胎 然后再将胚胎植回母体内 整个过程当中真正在室宝内的时间 只有五到一周 不只过程快速 透过拥有超过25年 妇科与基因研究经验的 美国生育专家 过程更安心 听起来很简单 美国学技术相当发达的美国 也不是每一家生育中心 都有能力独立完成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体外人工受孕的过程 必须各方面配套得宜 包含体外受精技术 体外胚胎培育 以及培育植入方式 都需要专业医疗人员 透过高科技仪器来操作 过程不能马虎 而面对发达国家 晚婚越来越普遍 以及大多女性都希望 40岁以后才生育的情况 受惠于美国生物科学研究 日新月异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开始选择冷冻自己的卵子 来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这样的现象在美国 不只广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同时也加速促成 体外人工受孕基数 更加成熟的发展 而放眼美国娱乐圈 知名女星哈利贝瑞 与珍妮佛安尼斯 也老早就大方承认 透过体外人工受孕技术 喜获铃儿 甚至谈到亚洲娱乐圈 不论是港姓陈慧玲 欧倩怡 张婷 黎姿 李嘉欣 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 虽然情况很普遍 但美国生育专家 还是提醒民众 应查询医生经验 配备流程与服务内容 来确保最高品质的生育 你知不知道 没有人喜欢说 我比这个人更好 有专家有设备之外 面对来自海外的来宾 因各种不同的身体状况与生育需求 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品质 美国生育专家还认为 正确的亚裔语言翻译 以及两性沟通 两者都不能少 我还有三个中国语言职员 其实我回复了 我还有五个中国语言职员 两个人在我的厨房 作为生育学员 很高兴奋 我还有中国评定员 相信我会学习中国语言职员 深入浅注的分析 美国生育产业链中 最高技术含量的体外人工受孕 太平洋生殖医疗中心的 维肯萨哈吉安博士 鼓励不孕父母 老年得子不是男士 下一集还要介绍更多 先进的生育技术 欢迎观众锁定 东西新闻李中瑶 唐梦伟 益鸿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